酒后开车已经相当危险了 那如果是酒后开飞机呢 关键是这还不是酒后开飞机 而是边开飞机边喝酒 怎么回事 驾驶苏联第一架超音速轰炸机 图22的成员们就会这样 一边飞一边被迫饮酒 不是吸酒 因为为了给机组成员提供空气 以及给他们制造一个温度适宜的 驾程环境 图22的设计师专门开发了一个 非常独特的空调系统 该系统会借助发动机的压缩机 来提供空气 并让它通过一个 有60%的水和40%的酒精 混合在一起的蒸发器 借由酒精的蒸发 吸收热量 最终相机上吹出凉爽的冷气 你注意到没有 60%的水和40%的酒精 混合在一起叫做什么液体 这不就是伏特加吗 对的 每一架图22在出发前 都会装满大约200升的伏特加 并以每飞行小时40升的速度消耗 如果完成任务降落后 还有剩余 那么机组就会慷慨的 把他们跟地勤一起分享掉 毕竟他们在空中也差不多吸饱了 于是图瓦尔因此也多了一个别称 超音速九冠 好 这个超音速九冠呢 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你要是想听的话 就留言来告诉我 我安排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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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